男嘉宾小姚25岁来自广东 网游开发 女嘉宾小红23岁 同样来自广东各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订婚了 是的 恋爱多久就订得婚啊 我们恋爱了五年的 不挺好吗 这都订了婚了 踏踏实实的来我们这干嘛呀今天 为什么来我们这 我们俩是从小都认识了 一起长大的 多小啊 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后面我搬家了 然后就上学没有再见面 然后在我十八岁那一年 就偶然的一次相遇 然后我们都觉得很有缘分 然后就走到了一起 至今已经五年了 就现在已经订婚了 订婚了之后 然后我就搬去她家住嘛 哦 跟公公婆婆相处的 生活中的一些小矛盾 还有一些摩擦 还有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我爸妈经常都会说她呀 这个做得不好 那个做得不好 然后又说她整天都往外跑 在家好好待着 然后又说她还 到现在还不跟我结婚 生小孩这样 因为我自己工作也很多事情要忙 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做 那你是在做什么 我是做兼职模特的 对 就觉得其实自己也蛮累的 回家这也要做那也要做 那一个女孩子做多一点交付很正常嘛 那你做都做了那你就 接受了不就完了吗 我跟你说这些时候 你不仅就是没有好态度 就想跟你商量一下一些事 然后你就凶巴巴的跟我讲话 态度很冲 我觉得真的跟你沟通不下去了 你每天都三天两头 你就来我耳边这里 嗡嗡一两个松头的 我总不能在你爸妈面前抱怨啊 对对对 这个问题听明白了 就是女方跟公婆之间 因为家务的一些冲突 和男生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 让女方觉得不满意 男生也觉得有点委屈 刚才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 不生孩子不结婚是吧 对 就是他爸妈可能想我们尽快结婚吧 着急的抱孙子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工作 都属于上升阶段 不适合生小孩子 加上现在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当初在一起呢 我们是憧憬着说 两个人努力工作 然后看能否付个房子的首付 搬出去住的时候 再正式办婚礼 其实这个不是的 我们家里其实自家已经有了房子了 那不是就行吗 就是说我们两个就一结婚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住在家里吧 然后呢就直接生个小孩 其实就完了嘛这事情 因为自家的房子你就 我们其实也没啥压力的 可是我们俩跟父母住在一块 两年了 多少摩擦你知道的 我说得多 你后面你又嫌弃我 反而又说我在抱怨 你没体谅到我的辛苦 你呢 其实我们两个走到现在 确实五年到现在存了挺多的 可是你后面呢 又给你挥霍关了 我也没有拿去挥霍呀 我这不是拿去投资了嘛 投资结果 你说到这我火气又大了 前阵子玩股票 现在首付都没了 其实股票跟投资这事的话 也真的不是挥霍呀 这也是一种投资呀 这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嘛 对吧 然后后面呢 我就想着说 既然我们两个学历并不高 就想着说 去报个成人自考 考个本科 说不定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公司 去拿到更高的工资 那对我们未来 也更加有希望 他偏步 他说什么 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在浪费金钱 整天折腾个没的 是啊 你继续成人自考 然后呢 就六七点钟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穿深漂亮的衣服 然后就化个漂亮的妆 然后就出去到十一二点才回来 都不知道你是跑去成人自考了呢 还是跑去约会了 我不天天都这样打扮吗 你非得说我网上才打扮那么漂亮 那我觉得你去上课 也真的是不用打扮呀 不是 你陪他一起上课不就得了吗 他又不去上课 整天在家里 下班回家 一脱鞋 往房间一踏 就呼呼睡大觉 我那天就刚好出去工作了 回家还要买菜 洗碗 做饭 搞这搞那的 然后那天自己切菜还割到手了 流血了 都没人关心 没人管 然后婆婆呢 就不知道实际的情况 就叫我做这做那的 我那天特别累 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呢 你在干嘛啦 在睡大觉 那我睡着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啊 你从一开始 你整天就是 瞒着自己的事情 整天 你们一家子人都没向着我 整天使唤我 我还没过门 这合适吗 这个事情就因为你不生小孩啊 所以我爸妈都针对你啊 那我们现在一没轻二没房 什么都还没 什么大事都没干成 现在就要生小孩子 你能不能为以后我们的小孩子 你负点责任心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的事业心太重了 我就比较真的喜欢平平坦坦的 就平平淡淡的争过一辈子 好好好 好